主料,称500克,大三个,面粉一大匙,主料,大蒜四半,盐二分之一小匙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称轻轻洗去外壳上的泥土,然后,入蛋盐水浸泡两小时,土浸沙,捞出,并入温水中将橙子煮至刚粘开壳,捞出立端水分,包去壳,流绕 并撕去黑膜带肉,盛肉拌入后面粉,等待十分钟,带面粉胡花充分粘住盛肉,大蒜一定要薄到焦黄色,味道三至油中,这时蛋一吸收了蒜的香味后,十分诱人,对大蒜不排斥的,可以不要把大蒜捞出来,捞不捞,看个人口味和习惯,盛肉一定要用面粉拌匀,如此干液才能挂上盛肉 至于是否把面粉换成地瓜粉,或别的生粉,我都试过,还是感觉面粉最好 大家可以依照个人口味在室下,寻找到真适合自己的味道,烹饪技巧 鲜鲁,有鲁鲁字,大鲁,土鲁等,几颗饱而脆,呈长方形,前缘烧圆,后缘略成街形 两颗壁和水前后端开口,弯热而白黑褐色,短而突出壳面,中部肌肉发达,量凑扁平 水管细长,入水管叫出水管粗,形成营养丰富,由益维生素A,钙,铁,吸豆成分含量较多 肌肉类干咸,清寒,具有不烟,清热,厨阀,解酒等功效,对白用口渴,吃热水肿,立即和妇女产后虚损,都有一定的疗效 但脾胃吃哈,腹泻者,应少食,先称可熟食,也可生食,熟食可用酸,烧,会,炒,爆等烹调技法 先称成菜菜是丰富多彩,思维鲜唇,不受到时刻的喜爱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